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TNews 联播网 我是黄嘉惠 新闻开始先来看 0403地震后全台与正式平传 桃园机场捷运轨道 也出现了轻微的位移 为了确保捷运营运的安全 桃园捷运公司是加强人员的训练 并制定了更完善的管控维修 SOP 来预防下次地震发生时 造成危害 0403地震不仅震毁花莲多处建筑 也使新北和桃园捷运轨道 出现多处的位移 影响上万人通勤 而地震当天 桃园机节也传出轨道轻微位移 庆幸的事发生当下 并不影响通车安全 桃园公司事发后 加强人员的训练 制定更完善SOP 让地震可能引起的状况降到最低 之后还是会落实各项周期性的检查 用审慎严谨的态度 来针对我们的各个厂站 还有设施的结构 来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 如果发生较强的地震 捷运公司会在上述的检查完成之后 会同监造单位 铁道局跟专业厂商 进行第二阶段的重点设施 结构安全检查 除了制定SOP 集结公司也将加强夜间巡视 及设置地震预警系统 除了能及时了解地震强度 超过一定阵度 就会停止运行外 也能够以最短的时间 做出相对应的措施 机场捷运在三重站 泰山贵河站 还有林口站 还有三鼻站 总共七个位置 有设置我们所谓的地震预警系统 它可以在地震的当下 就可以显示出地震的震度 0403地震后 本周接连发生余震 陶杰公司持续针对 轨道进行夜间巡视 并加强安检工作 要让使用机械通勤的民众 能够安心搭乘